這個203 203 拆解字串 那這個我想也蠻常用到的 比如說我今天傳遞一個字串給 給這個 這class 那這class 接收到之後的話 就會有在argument裡面就會有一個 因為argument是一個陣列 在陣列裡面第一個會產生 會接收到這一個字串 那接收到字串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要去切 切什麼呢 切有豆點的地方 就是把豆點的地方切開來 切開來 反正只要有豆點的地方就把它切開來 然後切開來之後的話呢 就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分別 放到底下一個 所以一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四個字串 然後呢 最後的話就是 顯示 顯示出來結果就是 豆號隔開的字串共有 共有四 所以你還要把那個 總共有幾個要算出來 那這裡其實 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學過 Garma裡面有個 啊 String的一個類別 String類別裡面有個方法叫叫Sprinter Sprinter 他就可以幫你切 那切你 你只要傳給他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 後面就加上他要切割的那個分格的符號 比如說是豆點的話 他就幫你切 切完之後的話把結果放到那個陣列裡面去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需要就是 抓到我們要的一個 參數的這個參數呢 我先抓到之後的話 先丟給一個 先存在一個字串裡面 字串的變數裡面 然後呢 再利用Sprinter的方式切割之後 再丟到一個陣列裡面去 最後怎麼樣呢 再跑回圈 把這個結果 輸出去 就完成我們的基本流程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那第二個實作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我先取得一個字串 那字串我想各位自己去網路上抓了 我是隨便抓了一個新聞 Google的新聞裡面 我是抓最最熱門的 現在最熱門的應該是這個 e-tag 粗暴 請同情我 所以這一則新聞我也搞不清 他到底在表達什麼 然後連續道歉四次 先道歉 然後再說 這個東西很好 反正我不知道他到底在 他到底在表示什麼 那不過特別注意他 他那個分隔符號是全形的 就是逗點是全形的 所以我用那個貼到記事本裡面去 把那個全形的取代成半形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分隔符號 我們用半形的 特別注意 那不過 網路上的逗點是全形的 所以你把它取代 Ctrl加 CtrlH取代 全形改半形 然後 然後這不就有一個字串嗎 反正你就找一篇文章中間有 有 有一個逗點 取代成半形 然後呢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先放到 你們開一個類別 那類別名稱就是 追 Java的那個 JVD203對不對 然後按右鍵 內容 把它放在Argument裡面 也就是我們將來要把它 如果沒有配置你就新增一個配置 在裡面的話 把這個Argument裡面就放剛剛的這個東西 那裡面 就是表示我 我將來要切的話 就是這邊一個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反正就是切出來 有四個東西 好 那 第一個是傳遞參數 所以Argument就可以 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哎 那我們要丟給一個 字串變數去儲存 然後再把它切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我先去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類似這樣 執行起來 然後他接收到了 並且把它切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總共有五個 總共自竄 因為有四個斗點 所以切出來的話 就有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OK 所以切出來之後 看 就是 但遠東不應犯錯 有錯一定改 OK 好 所以切出 前面的話 要加上 1234 也是等於回圈 好 那 我們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先判斷 當然判斷這個 可以先先跳 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那2的部分 就是說 將參數傳給 這個這個 Stream 1 那Stream 1是一個 一個一個 自傳的變數 那 我們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Arg 0 實際上 因為Arg 是一個什麼 一個陣列 那陣列裡面的 第0個 實際上 就是 第一個參數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 中間沒有空白 OK 就把這個結果丟給他 丟給他存 再來怎麼切呢 利用 這邊 要先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一個陣列 然後呢 把這一個 變數放過來 後面加一個方法 因為它是一個自傳 點 Sprits 那Sprits後面的話呢 就刮虎 加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 就是豆點 所以呢 直接把豆點放進去 那Sprits如果說 你不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這邊有解釋 Sprits後面加上一個分隔符號 他就幫我們切 切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結果 放到這個陣列裡面去 那這個陣列如果要輸出的話呢 我們先輸出一個頭 豆點隔開的自傳共有幾個 那幾個的話 實際上 就是他的什麼 自傳的長 就是Spring的.lex 實際上就是陣列的長度 這個陣列 他的.lex就是他的長度 那基本上就是5啦 5 那我要怎麼把它輸出成這樣子呢 5 後面這些 基本上跑個回圈嘛 4 i等於0 到 i小於 自傳長 就是1到 0到4的意思 0 1 2 3 4 對不對 然後5 5的話就他長度 所以到 5的時候就跳0 然後加加 那輸出的話呢 就是什麼 i 加上什麼 加上 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呢 我們0開始 所以從1開始 輸出 我不能從0開始 所以變成1 然後中間加一個點嘛 對不對 那再把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就是什麼 SDR 裡面的 D0個的資料把它輸出 類似像這樣 那大家如果你要把 你如果說這個地方 程式部分如果說 不是很好理解的話 我建議各位 有個簡單的方法 除錯模式嘛 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設中斷點 輸出的地方設中斷點 看你要哪邊除錯的話 你就按一個什麼 按一個除錯 那實際上 如果你裡面的值傳過來 你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可以用除錯的方式 在那個地方 這個中斷點 那比如說我今天在這邊停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在那個 這個ARC裡面 ARC實際上是一個陣列 他陣列第一空間 就是放個什麼 放一個 這個 這個剛剛我們的這個字串 OK 然後再來的話 按F5 那現在 我們程式是停在這一行 停在這一行 那當這一行執行之後的話 他會丟給什麼 丟給 這個變數 所以 上面的話會多出一個什麼 多出一個這個 這個是一個字串 好 那這個字串裡面就是把上面的 傳進來的東西先丟給他 然後呢 他在切割 那切割之後再丟給那個 SDR的陣列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又多一個陣列 展開來的話呢 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切出來的結果 零的話 有沒有 在這邊 這個地方 零就是 第一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 鬥點隔開的地方 一二三四 所以總共會有五個資料 那再來的話就是分別把它輸出 所以將來如果要輸出的話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樣的可以把它輸出 後面 後面就跑完就 就會看到我們要的結果 分別輸出 那各位可以看到輸出結果 大概是這樣的 底下的話 你會發現他就跑 每一個每一個一個一個把它輸出 所以如果說你對於那個變數裡面內容不清楚的話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設中斷點 再利用除錯模式 可以看一下 觀察一下變數的變化 OK 那最後的話 因為這一題 他還要我們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那個 要判斷是不是有多個 參數進來 所以多個參數進來的話 會跳到這一行 並且離開 那離開的話 也就是這一題 他這個地方 我們傳給他的Arguments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裡面呢 你不能有空白 也就是說 他只能有一個 陣列裡面第一個 那如果說你這邊 假設你多加一個空白的話 他會把它視為 這個是第一個 陣列的第一個資料 那第二個資料就後面 那這樣就產生錯誤 那產生錯誤 你要把它抓 catch到 並且讓程式結束掉 不要繼續跑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去判斷呢 如果Arg 他的那個Lex Lex 就是說他裡面 陣列裡面的長度 大於1 表示有兩個以上的參數的話 就必須什麼 跳出 參數錯誤 置串中不得有空白 或必須以 逗點隔開 然後讓他離開 離開的話 就system.exe 傳入0就可以 所以直接執行 因為我中間有加空白 所以會跳到 這一行裡面輸出 並且離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然後這個地方 程式不會很複雜 但是主要就是 利用什麼 利用主要是這個 如何去切字串 字串裡面有一個方法叫Splitter 然後 切割的方式在這裡 那這個 這個方法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203 203 如何切字串 那字串的 分隔符號 使為空白的時候 那你要把 你要切的切出來 好 來 好 一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